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就是要把資料處理的最後一個部分上完 那今天的第一個小節,我覺得可能是這整門課裡面最難的部分 就是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說,我們只能夠把有問題的人挑出來 可是你要怎麼修正,這件事情邏輯就非常複雜了 我本來就說,如果這兩個時間間隔 如果我們規定它至少要間隔兩個月好了 如果第二筆跟第一筆差1.5個月 第三筆跟第二筆又差1.5個月 如果你直接相減,那是不是會兩筆都被刪掉 因為它離前筆記錄都超過了1.5個月 可是問題是,其實我只要中間那筆刪掉就可以解決事情了 那你會發現原來我要剪的東西,它其實是動態的 我不見得是跟上一筆剪,它搞不好是跟上上筆剪 所以這樣就導致了難度的增加 那你只要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之後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你大概都有辦法解決 因為這些複雜的條件你有辦法做 好,那我們來進行,我們來 我們來把這樣的一個資料來做一個範例的分享好了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先來看一下現在的Data長什麼樣子 再給大家複習一下 好,大家看到了嗎?這個是 呃,病人,時間 然後它有一些這個生化值嘛 那這些東西啊,我們都先把它當作是不重要的 好不好,我們現在只想抓出 就要說,從太接近的日期,然後把它去掉 那去掉了以後,這整份資料到時候 給這個商傑克我們的語法檢查的時候 他就一筆都檢查不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好不好 我們來想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來這個,這個,同學 我們來想一下這個要怎麼做 有沒有人要講的這個怎麼做比較適合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要先把病人的這個就是 有幾個病人抓出來嘛 然後只看Subdata嘛,對不對 這個可以很確定的 那,有了Subdata之後 我現在手上假設有十個日期 我要怎麼處理這十個日期 直接相減,直接前減後減前 這個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直接後減前沒有意義 所以我是不是變成啊 大家想一下,我 第一筆我要不要處理 我們來想一下,我們把這個事情拆開來 我們來思考 第一筆我不處理,對不對 那第二筆我要,我的處理邏輯是什麼 跟第一筆相減這個非常簡單,對不對 那相,如果第三筆要怎麼,要怎麼判斷 如果第二筆有符合條件 那我就跟第二筆比 否則我就跟第一筆比 對吧 那第四筆要怎麼看 如果 第三筆有符合條件我就跟第二筆比 第三筆有符合條件我就跟第三筆 如果沒有我就看第二筆 那如果第二筆也沒有符合條件我就跟第一筆比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上一筆符合條件的日期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操作的時候 我們必須在回圈中 不斷更新上一筆 該被比較的日期是哪一筆 如果發生某些條件它才被更新 否則它就一直不更新 那它一直不更新 我就一直就是比那一筆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是前減後 而是我減一個它會更新的資料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我把這樣的答案填到我的表格裡面 填答案等一下我們再想要怎麼填 但是中間這個邏輯很重要喔 就是我要設計一個動態更新的一個 prometer 這個資料我要暫存起來 然後我一直跟它比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暫存的邏輯很重要 然後你了解了這個暫存的邏輯之後 我們就來做一些實驗 首先病人的數目總共有17個 那我們先挑一個病人來開始做 我們首先在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填資料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產生一個新的變相 叫rong date interval 現在你看這裡它全部都是NA 代表我現在還沒檢查 我現在還沒檢查它適不適合 好接著我們先選第五個人來做看看 選第五個人 I等於5 然後patient等於levels第五個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看第五個病人 他的狀況 來看一下 看起來這兩筆有問題對吧 那這一筆如果跟這一筆比就有問題 跟這一筆比就沒有問題這樣可以吧 那這一筆咧 我們是不是這一筆有問題 那這一筆也有問題 好所以關鍵就在這裡 我們要設計一個方式 讓我保留住第一筆跟第三筆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我們要怎麼做啊 好來 首先因為第一筆是絕對正確的 所以我們先把第一筆的絕對正確填進去 注意件事情到這裡為止 這個是用patient 第五個patient 並且選rong interval 所以這裡出來是五個NA 這個沒有問題吧對不對 好這裡我們要教一個非常特別的技巧 鎖引之後原來還可以再鎖引 鎖引之後還可以再鎖引 所以鎖引完了以後 這個五個裡面的第一筆 它一定是false嘛對不對 當我這一行打下去的瞬間 我們看一下原始的data 鎖引裡面還有鎖引 在這一筆 它是不是第41筆 它是不是被丟填入false了 好看著喔 第41筆這兩筆 是不是第五個病人的第一筆 這沒有問題吧 所以鎖引 鎖引之後再鎖引 這件事情是我們必須要 就是知道 原來還可以這麼搞 鎖引完再鎖引 好 那不過這個其實也沒有那麼 也沒有那麼難想像啊 因為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做list的時候 本來就是鎖引之後再鎖引 對不對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一筆是不是已經被填入false了 這樣可以吧 這一筆已經被填入false了 我沒有打 雖然我沒有打語法 不過 這個語法大家應該不會看不懂喔 如果看不懂你們要講喔 好不好 好繼續 好那透過回圈我們就要檢查 它是否間隔不夠啦 那我們現在 首先我們要先決定 這個nDate 我們要先計算出 這個病人有幾個Date 那這個病人有幾個Date 我們可以去把它的Date 鎖引出來了以後 呃 少一個 把它Date鎖引出來了以後 問它Lens 這樣nDate等於5 如果nDate大於2 我才要繼續進行嘛 對不對 如果它 大於等於2 我才要繼續進行 如果它等於1 那我就不用做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 我們現在先來 把這邊複製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 我們要先把 上一筆 False 因為False就是 成功的意思嘛 對不對 我們要先把 上一筆False的部分把它抓出來 我們要用這串語法 Data裡面 Patient要滿足我的條件 並且 Rone Interval要等於False 並且不是NA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找到 我就可以找到 上一筆 這個 跟這個病人有關 所有 它滿足條件的 這個 滿足 就是 沒有問題的這個 比例 沒有問題的這個 就是 Data 這樣可以吧 好這裡 這裡可以做一個節省 就是如果你不想這樣寫的話 你如果不寫 IsNA等於True的話 你這樣看的話 你會看到一堆NA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想要看到一堆NA 你除了剛剛那樣子以外 你還可以在這裡趕%% 對不對 這個我們好像前進很多訓課 都有教過了 好這樣子抓出來之後 它會 它會變成一個新的物件 叫FalseStates 這個FalseStates代表是 它滿 它留著保留的 保留的這個 日期 對不對 那保留的日期 可能會有很多啊 我要抓的是哪一筆 最後一筆 對不對 而前面的我不比了 我只抓最後一筆 所以我把FalseState裡面 我給它一個什麼所印 LensFalseState 所以我是拿它的最後一筆 對不對 然後它最後一筆 得到了LatState 這個LatState 就是關鍵啦 我需要 需要 把 當前的Data 就是K比Data 跟LatState做相見 得到 Difference 好我們現在來做 得到Difference 然後這樣子它的Difference是多少 57 57我要怎麼解決 來57如果小於60 那我就要填進來 那它填進來就會True嘛 對不對 來看著我這樣填進來了以後 我現在再看一下這個人 看到了嗎 第一筆是False 第二筆是True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接著 我K等於3 再做一次實驗 來K等於3 FalseState 現在它抓到哪些 它只有抓到第一筆 對不對 第二筆沒有抓到 把它的LatState 把它抓出來以後 LatState 當然就是那一筆資料 因此現在 K比的相減 我們減出來是81天 它是跟第一筆減 不是跟第二筆減 這樣可以吧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做了條件限制 好接著 我問它是否小於60 我再問完之後 再按RUN 你就看到 欸它這裡是不是就被我保留了 對吧 好那K等於4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次 FalseState 應該要有兩筆對不對 然後 留下最後一筆 最後一筆是 6月10號 好留下最後一筆之後 我們再來看Difference 這個Difference 它顯然是小於60天的 我們再把這個答案填進來 我們再看一次 它是不是又填進來了 好 你如果完全了解了這整套流程之後 要把它打包成 K回圈 好像就變成不是那麼困難了對不對 False K贏多少到多少 2到 N點Date 可以接受嗎 好那這樣它可以被打包起來對不對 好那這樣子的話 但是前面要有個條件 If N點Date 它大於等於2 我們才做這件事情 否則我們就什麼都不做 這樣可以吧 OK 好我們現在來 這樣子的話我們來執行一下 全部執行 那第五個病人是不是被我做完了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六個病人 我們實驗一下 第六個病人只有一筆 真是不湊巧 我們看第四個病人好了 欸不錯 第四個病人很多 欸 這一筆不符合 這筆不符合 你看這筆是不是又符合了 這一筆 欸不符合 差一點點 這一筆又符合了 欸符合 符合 這一筆又不符合 但是這一筆 是跟這一筆比 對不對 好這樣一時類推下去 好 是不是我們 全部都可以填完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了解我的意思之後 我要把它打包成 I回圈 那也沒有那麼困難嘛 對不對 來 I是從多少到多少 4 I是從1到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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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patient 對不對 好 全部 把它貼上 貼到這裡為止 好 好 這樣點 DATE DATA 我是不是全部都填完了 我就知道哪些 True的我就要丟掉 這個東西是不是 非常 這樣子的話 我做完這樣的一個 處理之後 我現在手上有的DATA 是不是就可以交出去了 所以 進度條的寫法也不會那麼困難 進度條的寫法 大家這個我們就不示範了 而且這個Case也很小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樣的工作 其實就是這樣的工作 其實非常常見了以後大家進醫院 可能不會是你親手做 但是這個 你總是健保局可能會有 規定啊就是這個 比如說某些檢查他可能三個月只能做一次 對不對那你 你醫師你不管啊對不對 我現在看到病人我想做就是要做啊 對不對那 那個你做了 事實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我們就那個後台資管師的工程師 就是把你這筆刪掉 我們不跟健保局申請錢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健保局看到的資料都是對的 但是你要知道後面都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 這個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些 如果還有一些進階的規則 我們要怎麼處理來 就是我們剛剛只有做時間的差異對不對 那我們上一節課是不是說 如果缺乏的變化量 有短期內有很劇烈的變化 這個絕對是有問題的 我要把它抓出來 那我現在直接告訴你 缺乏的變化 什麼時候會有短期劇烈變化 主要是因為有住院 因為它可能發生了 這個急性的事件 這個急性的事件我是不想要的 對不對 那所以我需要把它刪掉 那我要怎麼去檢查咧 就是我時間抓出來了以後 我還要去看到 我還要去把這個 就是GFR的差異也算出來 然後算出它的斜率 那你可以這樣想像啊 如果在短時間內 GFR有一個peak 就是突然往下掉了一大截 那我把那一截刪掉了以後 我下一筆要比的 不是跟上一筆比 是跟上一筆正常的比 所以跟這個情境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這個練習題啊 就只是想要給你們一個 就是給你們一個機會 就是把剛剛那套流程 完成一遍 並且把它推廣到GFR的變化量 還記不記得桑傑克 在相除的時候 DATE的格式 不太好 不太好除 你要記得做轉換 好不好 那我們就給大家練習 好 今天這一題喔 就是它的關鍵是 我要把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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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R的變化量也算出來 對不對 我們剛剛只有把日期的變化量算出來 我們現在也要把 GFR的變化量算出來 我們承接剛剛的語法 但我們在承接之前啊 我們要先把回圈解掉 怎麼樣解掉呢 一層一層解開 好在這邊 i.1 i.5好了 我們就找第五個人來試 這樣子 好然後 這樣子的話 這個 k回圈也解掉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這裡 這個放在後面好了 我們k.2 再從這邊開始 好 那我們 我們一路做到這裡為止 我們一樣會取得一個 FALSE DATE 對不對 FALSE DATE 然後我們同個時間 我們還要取得什麼 FALSE的 GFR 對不對 好你取得了FALSE DATE 跟FALSE的GFR之後 接著我就要取得 LESS DATE 跟LESS的GFR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非常簡單 這個 就只是 到這裡為止 我得到了最後一筆的DATE 跟最後一筆的GFR 接著我想要取得 DIF DIF 完了之後 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東西它必須轉成數字 等一下才可以相處 對不對 好那 總是我總是可以取得一個 DIF GFR 嘛 等於什麼 減掉LESS的GFR 這裡 NDRD GFR 好這樣子 我算到這裡為止 我是不是取得了 GFR的差異 跟 天數的差異 然後我要把這兩者相處 好把它asNumeric起來 好這個是日斜率對不對 日斜率乘以30是那個 乘以30是這個就是 就是 月斜率 好我希望 這個是 這個我們把它等於 這個 slope 我希望 slope 它如果 這個大於2的話 那我就要把它刪掉嘛 對不對 剩下我就要留著 好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的 就是這個病人的這個 data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這一筆也是ok的 那我們再看下一筆 好不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包成回圈呢 我們要把這一大包 全部複製下 好 把它包成4 k in 2到多少 n.dat 對不對 好這樣你應該包回圈 你應該會覺得 就是你應該到目前為止 你會非常熟練 如何打包成回圈呢 好那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五個人 我們再做一次 好我們看第五個人有沒有問題 我們把他的MDRDGFR也秀出來好了 第五個人 這個有問題 他短時間內變化太劇烈了 這樣可以吧 因為 我們剛剛說 那個月斜率不能超過這個2 對不對 他看起來的確 有接近1.8 但是他這個 他有點 他下降的實在太快了 對不對 那這一筆也是同理可證 那這個因為已經過了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下降 自己下降3 也不會怎麼樣 好 然後我們接著把歪回圈打包起來 好 Lens Level Level Levelspatient 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只留下 我想要看的部分了 好 全部執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Data 好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 假設第二筆是有問題的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筆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好 他上升了 有點誇張啊 對不對 什麼事了 有一個很大幅度的上升 好 所以說 這一題的這個答案 大概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後面比較簡單 我想說 我們再給大家 就是 3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就是把這個過程把它過去 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就是 最困難的部分已經過了 好不好 這個大家 之後再也不會遇到這麼困難的題目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教一個新東西 這樣子 這個新東西叫套件 也就是說 在 目前 這個當下之前 你會發現 你好像幾乎沒有學到新函數 對不對 函數就是那20個 好像 經過一些千變萬化的組合之後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那 現在開始我們要大量去學習新的函數 就是 之後可能一節課就會學10個20個這樣子 那 這個 不需要特別記 因為你只要記住 有這個功能 那 在你需要的時候 你再到那堂課的講義上去找就好 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們講 我也記不起來那麼多語法 我大部分的時候 我要做事情的時候 我也是說 我好像上課 我可能放在哪裡 對不對 然後可能我上課有上過 我就在那邊貼語法 或者是我之前某一個project 我有做過 然後我就在那邊貼語法 不然你叫我全部都背起來也是非常困難 好 那我們現在來教套件 這個 剛剛 我們這個 就是 射擊 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要教一個新的套件 叫Data Table Data Table 你直接點連結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說明文件 好 這裡我就不點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來教大家 怎麼去安裝套件 安裝套件 你需要這個樣子 來 你的 右手邊有個Package分頁 以前我們都是File分頁 對不對 這裡有個Package分頁 按下去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安裝 點下去之後 這裡打上 Data.table 按 安裝 你就可以開始安裝 因為我已經安裝過 我就不安裝了好不好 安裝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用點的 你也可以直接複製 這段語法安裝 安裝完成之後 你需要Library Library之後才可以 就是Library 這樣就是有成功 如果Library的時候 我隨便打一個喔 主要說一定不會有這個套件 對不對 他就會說找不到這個套件 所以你只要看到警告不是什麼error 那基本上就代表你成功了 好那 在給大家安裝套件之前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套件多麼的有用啊 好不好 來首先 這個這邊有一個非常大的檔案 叫這個Library2 這個CSV 這個我們是不是 這個很久以前 這個上課的時候 就有用過了 對不對 好來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首先 system.time 這個函數 可以知道當前的時間 所以當前的時間 我把它記錄下來之後 然後 我把它相減 我就可以知道 現在差了多久 這個我們之前在list 算時間的時候有用過嘛 對不對 好現在 我想要做個實驗 我現在想要把Lesson 這個Lesson 這個就是 今天是第八課嘛 對不對 第八課檔案把它讀進來 我全部一起執行 我們看花了多久的時間 好 花了一些時間 對不對 1.75秒 看起來是花了一些時間 好接著 我們使用 剛剛我們Library 所以我們現在學到一個新的函數 FRead 你看 同樣都是 去讀CSV檔 讀一模一樣的檔案 我們居然有兩個函數 所以我說 之後會有非常多函數 有相同的功能 但是我們這樣子 我再run一次喔 我們來看花了多久的時間 0.1秒 這個差距夠大吧 這個差距相當於是 之前 我們用rbind 直接rbind跟list之間的差距了 對不對 非常的大 所以說 你讀檔案 你有可能再用read.csv嗎 不可能 對不對 雖然它的基本本數 但是 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 FRead 你讀進來物件格式 data table amount class 因為我們非常習慣這個 data frame的操作了嘛 對不對 data table是什麼東西啊 對 這個 這兩格式不一樣啊 所以我們現在再看一下 我們的data tool 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喔 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 實際上 它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是不是有 冒號 這裡是不是沒有 他們有很多東西不一樣 舉例來說 我現在打RAWNAS RAWNAS還是有 好沒關係 這個RAWNAS Data table的RAWNAS 是一定得按照順序 12345 它不能夠去 不可能會去重複 去指定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些麻煩的地方啊 你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需要給一個額外的參數 Data table等於FALSE 那 你下了這個參數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時間的比較 上面可能還是1點多秒 下面還是這麼的快 但是啊 你看它的class 欸 就是Data frame 對不對 所以說 可見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問題是 這個就是 欸 就是這個是很快的 好但是你如果去按OEQ 你還是 它還是告訴你說 它不是完全一樣 啊 差別在這裡 就是 我們的Data 1 它String as Factor 它Default 是True 那我現在如果把它改成FALSE 我再讀一次 它們就完全一樣了 好 如果你的 用的R的版本 是4.0版以上 你們如果是用自己的電腦 大部分都是新裝的 4.0版以上的話 你不打這個指令 你直接按OEQ 它也是 它出現的也會是 True 欸 還是不一樣 欸為什麼 到底它有哪裡不一樣 好 喔 encoding的問題 這個encoding的問題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中文字的問題 好不好 就是 我們有一些這個 這個編碼是錯的 好不好 這裡的時間編碼是錯的 因為在原始的時候 這個我們讀進來的時候 在這裡 它是 上午 然後這個上午是錯的 好如果去除掉這個因素的話 它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我們到時候 這個之後再轉都可以 好不好 那 除了讀檔以外 我們這個 這個非常容易 所以我就不讓你們示範 那除了讀檔以外 你發現 其實 你寫出檔案 也可以用FWrite來加速 只說F就是Faster 好不好 本來是 Write.csv 我們看一下 Write.csv 花了多久的時間 好 0.93秒 那FWrite呢 好 只有0.06秒 所以可見 這個 就是我們絕對是 我們絕對是 有了這個套件以後 我們絕對是用套件 我們絕對是用套件 所以 我們在這個小節 我們要教大家的主要就是說 這個 就是 這個套件這個東西 它非常的好用 等一下我們練習題的時候 就給大家一個 全新的套件 讓大家去使用 我們最後再教大家一個 存檔案很快的方法 叫做 save跟load 這樣的一個函數 save這個函數 你用了之後 它存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 點R data 這是一個 R的物件 格式 那 我很喜歡用這種方法 存的原因是因為 當你把它load回來之後 它的物件屬性完全 還是保留 我覺得來說 你把它load回來之後 我現在把它清空 我把它load回來 它的這個物件屬性 完全保留 它本來應該是 data frame就是data frame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把它寫成csv檔出去 它讀回來的時候 你又要重新命令它 哪些是factor 哪些是date 哪些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 如果是使用save這個函數 它就是 原資原位的把所有的檔案 全部寫出去 並且它儲存空間比較小 你如果仔細注意看的話 它 欸 居然是比較大 好啊 沒有關係 因為它可能出了更多東西 它通常會比較小 好不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了解了這件事情以後 我要給大家 很短的時間 先讓大家練習前面 那個 Data table的這個操作 我希望這個部分 你們大概花五分鐘的時間 複製貼上 那現在啊 我想要給大家一個 有趣的 就是 任務要做 就是我們學會怎麼運用套件之後 我們希望要想個辦法 我們要 可以應用更多套件 那應用更多套件 這個R的套件 可能有兩三萬種 我不可能每個都教你們 對不對 更多的時候你們是找到 欸 好像有人用這個套件 那我再來學習 就是學會使用它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讓學 使用呢 決定說 我想要 用R把圖片給讀進來 那你圖片怎麼讀進來勒 我不會啊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要去Google 好你Google了以後 他可能會跟你 欸你看 Displine image 啊這個 巴拉巴拉 他給了你一些範例 那這個範例 前面是不是有Library 這說明什麼 你要用套件 好Library 這個Reader JPG 它顯然就是MIFILE 那這個顯然就是檔名嘛 對不對 照到你講複製貼上 答案應該就會出來 所以 要下載 好不好 好那 所以你這個練習題的工作就是 我希望你可以顯示出一張圖片 你不見得要顯示這張圖片 你要顯示這張圖片 就另存圖片 好不好 你這樣就可以把這張圖片下來下來 但是 你可以上網 隨便找一張圖片 把它讀進R裡面 把它顯示出來 好不好 我們這一節練習題就做這件事情 好那 我想就是 關鍵是套件JPG 那這個JPG套件你安裝完了以後 首先你要先Library它嘛 好Library完了以後 其實 你應該有注意到 關鍵是這個函數 Reader JPG 好我們來看人家Reader JPG 它這邊是不是有告訴你 ASOS 所以重點是 你需要找一張 這個 就是 JPG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個 PNG的話你就要用其他的 好 那你如果看下面的話 你會發現 這裡其實是有範例 這裡是有範例的 我們來 我們來複製一下 欸 你看這裡其實是有 而且 甚至我還可以把它放在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欸 怎麼去顯示呢 這裡是不是有一些 數字 對不對 那其實就是 下 左 上 右 下 0.2 1.2的部分 1.2 然後 左 1.2 7 然後 1.8 上 右 1.73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其實 透過這種方式 你可以很簡單的 把這個檔案給 就是讀進來 然後並且顯示在自己想顯示的位置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想 就是 這一題 非常 就是等於說只是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練習 然後教大家說 原來套件是這麼的好用 這樣子 那很多 以後有一些功能 那個很複雜 我們也不會寫 欸 或者說 懶得花時間研究 那就 直接用別人的東西就好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 好 那我們接著 再來上 今天的最後一個小部分 那今天的最後一個小部分 是這個樣子 就是 這個 我們 是不是很常用 Length Levels Factor 這樣的一個組合 我們很常用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東西 是不是非常的討厭 他討厭在哪裡 就是 他就是 不好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函數裡面放函數 這個就不好看 更換有的時候 他還會 他還會有什麼 鬥點 要幹嘛啊 就是還會下一些參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解決的方法 我們 我們這樣可以得到25 對不對 我們解決的方法是 我們希望啊 我們可以用 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拆成不同行 對不對 實際上我們之前用的是 拆成不同行 但是 拆成不同行 呃 他是不是就會存下一個 垃圾 好 你當然啊 你說存下 Levels Factor 這個是我等一下要用到啊 或者是 存下 N.TestName 這個我等一下要用到啊 這個當然要存 對不對 可是有的時候 函數裡面有函數這個 就是 他可以很複雜 而且 存下來的東西 我可能是不想要的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增加我程式的可讀性 並且 不會額外儲存很多垃圾物件呢 那答案是有的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是 這個套件 他會給出 給我們一個 非常特別的運算值 是這個 % 又 大號 大於% 這是說 左邊的東西 我直接丟給右邊的函數 再丟給右邊的函數 再丟給右邊的函數 那你說這樣寫有什麼好處 這樣寫就是 比起聯合函數 他是不是看起來乾淨很多 而且 我以後非常容易 我可以這樣改 我就可以把它改掉了 對不對 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如果今天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知道 假設我已經知道這個東西 我要先Levels 那我是不是貼完之後 我是不是要到前面 Levels 好 然後接著 呃 要先Factor 打完Factor之後 我再Levels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打完這串之後 我常常需要再到最前面 然後去 這樣打是不是很麻煩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欸可是如果你是這樣打 這樣是不是也是蠻符合我們的 蠻符合我們的使用邏輯 我們直接%x% 然後Factor 然後%x% %又大於% 然後Levels 我這樣是不是 我這樣是不是 蠻方便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打 就是我在打 程式碼的這個順序 也是符合我的邏輯的 對不對 好所以說 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很重要 它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 未來如果你的程式語言 你都是要自己看 那你也保證半年後自己 也還是可以看得懂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不過正常來講 我們會喜歡 如果你在同一行 要同時要出現非常多函數的時候 我們會喜歡用這個符號去把它代替 而且這樣打起來比較方便 這只是一個coding的習慣而已 好那 要注意一下 我如果 打像括號 有打括號跟沒有打括號意思是一樣的喔 就是 我沒有打括號 有打括號意思也是一樣 好 還有就是 你可以把 有時候一個函數裡面會有多個參數 那我不知道下什麼指令的時候 我會用點 點的意思就是 我把左邊的東西丟到右邊的點這裡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好 你會說 這個 這個 這個例子看不出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來試一下這一個函數 這一個函數 它顯然需要 XAB 三者才能去計算出答案嘛對不對 F 1 2 3 F 1 3 2 不同的順序 欸 怎麼那麼巧 5 5 2 5 3 5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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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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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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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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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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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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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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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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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0 10 1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趣的例子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 class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想要 data里面的test name 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写 你用这种方式去写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 其实你有不同的参数在下 可是你中间用这个符号在做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空白 就不容易让我区分开来 可是你又不能这样打 你又不能这样打 所以我要怎么解决这个办法 而我解决的方法是 可以有%前号% 这个是索引 这个跟索引一样 但是我就可以把它 拆开来 这样子我得到的答案 跟前面这一串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可以了解吧 这就是一个特别的这一个 特别的这一个就是 运算符号了 那讲真的 有没有特别学这个都不是特别重要 那只是跟你们讲说有这回事 好 学会特殊符号的目标 除了增加可读性以外 它还可以增加执行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原始的资料 这个注意哦 这个是 我把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通通改成这个样子之后 它的速度可以变成一分钟 一分多 本来时间应该是超过这个东西 好 所以我想跟你们讲的是说 这里我就不示范了 我给大家 等一下给大家贴一下 等一下 我看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上完了 我们给大家贴一下 那我们给大家贴一下 重点就是你要去体验一下 就是这个程式可读性 我们要把这个习惯融入 那之后我们在打语法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这种方式 好不好 那加上 我们为了处理这个档案 我们多学了多少东西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用list格式去储存东西 然后用ducodeRbind 速度变快了嘛 对不对 然后fread跟fwrite 好像又变快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 %大于%这种符号 去增加程式的可读性 跟运算速度 好 那所以我想就是 大家要知道 就是程式这条路啊 这个核心函数 我们要学会 那我们训练逻辑完之后 之后你会发现 你用到语法可能会非常非常多 那种类也非常多 同样的一个功能 可能有10个语法可以用 那这个时候 你就是留下效能最好的状况 效能最好的这个语法 那你经过长期的使用 你就会知道 哪些语法是常用 哪些语法是不常用的 好 那我想 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 那你可以再留下来练习一下 那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我们用到的函数非常非常有限 那但是组合效果非常惊人 我想我们前半学期都在 跟大家demo这件事情 那但是啊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好像duplicate这个函数 我们是写得出来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用它 为什么 因为这个如果你想要做一台汽车 你不用重新发明一个轮子吧 对不对 这个人家已经有轮子 你去买就好了 所以这个我想直接把轮子买来 直接把轮子拿来用 这样才是最好的写程式的方法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